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时政评论 徐克,副国籍高官遭杀案翻炒,影射中南海乱局 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佩瑶28年前被其警卫砍杀 官方指警卫行窃时被发现后行凶 民间则盛传是李佩瑶强奸了保姆张金龙的妹妹被张砍杀 近日这一谜案被港媒翻炒 客观上似有影射中南海当下乱局之意 中共人大副委员长被连砍55刀致死,疑云至今未散 1996年2月2日凌晨,时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 在其家中被其警卫张金龙用菜刀连砍55刀致死,终年63岁 李佩瑶之父李继身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中共见证后曾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据《中共人民政协报》2004年5月27日发表的 中央统战部原副局长胡志安文章 当中引用时任公安部白警副副部长称 张金龙是武警北京总队二支队一中队士兵 1995年3月开始到李佩瑶住所执勤 1996年2月2日四十许 张金龙利用执勤之机潜入李家行窃 将李佩瑶惊醒 张建氏已败露 速从李家厨房拿出两把菜刀行凶 李佩瑶与之搏斗 并夺过菜刀自卫 但终被张金龙所杀 中共官方媒体还曾披露细节 指当天领班的武警班长称 早上六十三十分 张金龙满脸是血对他说 班长 我杀人了 你放我一马 让我远走高飞吧 被带到武警中队部后 张金龙拒绝去医院验查自己的伤口 只说不用了 让我死吧 1996年5月2日 张金龙被判死刑 执行枪决 但张金龙杀人的动机 及其杀人后的表现 一直令人猜疑 张金龙既然负责李佩瑶住所的保卫工作 何时不能坚守自盗 何必等李佩瑶在家时才下手 既然将李惊醒 他为何不马上逃走 既然是谋财害命 这人死命即可 何必向对方连砍数十刀 若非深仇大恨 可能吗 张金龙想杀害一个六旬老头子 何必拿两把菜刀 李佩瑶居然从张手里夺过一把菜刀 除非他是武林高手 2007年网上流传 据称是原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吴欢的文章 提为凭李佩瑶遇害以后 大人物的面子与小人物的尊严 文章披露 原来李佩瑶夫妻感情失和 长期分居 张金龙见他一个人很可怜 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他做保姆 没想到李佩瑶强奸了他 至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 面对耻辱 性格暴裂的张金龙选择了铤而走险 以报一报 作者说 李佩瑶被杀真相 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尽人皆知 港媒众炒高官被杀 影射中南海乱局 香港《星岛日报》1月21日重炒李佩瑶案 引用前公安部官员称 由于信息的不公开和情况的不透明 社会上谣言四起 报道还称 吴欢曾辟谣说 有关李佩瑶案内幕文章不是他写的 但报道也引用中央统战部原副局长胡志安指 谣传也是有风 可补 李佩瑶当时与妻子感情不和 分居一年 已经提出离婚 港媒还称 因李佩瑶案 武警系统遭清洗 武警部队司令员巴中谭被免职 提前退役 武警部队政委张树田 被调到兰州军区任副政委 武警部队副司令王文李少将 副政委徐贵宝少将 蒋金坑少将全部退役 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兼武警北京市一总队 总队长孟震德少将 政委张诗院大校被撤职 退役等等 这起事件由于死者是1949年以来被杀的最高级别中共高官 轰动一时 但官方披露的案情说法本身难以令人心服 原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吴欢是否承认自己写了文章 并不重要 关键是有作者写了这篇内幕文章代表了民间的质疑 由于中共造假诚信 人们更愿意相信民间版本 1996年正是江泽民掌权 将以腐败淫乱治国 其提拔的大批亲信都是好色之徒 如周永康 徐才厚 郭伯雄等 习近平所搞的反腐运动 正好曝光和印证了中共大小官员无官不贪 无官不赢 这一共同特点 为落马的中南海现任高官和前高官 私生活也和李佩瑶的淫乱谣言有些相似 比如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连娶四妻 第四任妻子1985年出生 比她小30岁 据称原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处的服务员 与王2014年5月结婚 但也有说法指 该女子本来就是被派来负责服务王沪宁的 结果被王沪宁看上了 前常委张高黎 老妻是康杰 中国网球名将彭帅 2021年11月2日在微博披露 张高黎在家中强迫她发生了性行为 而难以置信的是 张高黎做这种事实 她的妻子康杰在外帮忙看风 最后彭帅显然是迫于政治压力 改口说没那事 张高黎被习近平作为党国脸面保护下来 现在拥有亲共背景的港媒 重巢李佩瑶谜案 表面看向为案情辟谣 客观上会产生影射效果 一是令人再度关注中共高层的混乱私生活 二是令人联想中南海在内忧外患之下陷入乱局 内斗暗涌不断 领导人的安保需要加强 军方 武警或是中央警卫局公安部特勤局内部都可能有刺客 在中南海最担心被暗杀的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 曾有权威消息来源对大纪元透露 习身边有高人指点 他特别害怕被暗杀 做了很多措施防范 外界可见的是 去年国务院举办的十一招待会上 习也要由贴身保镖护卫 至于前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离气猝死 火箭军议员司令李玉超等大批军方前后任高层被拿下 虽然有说是涉贪腐或泄密问题 但真实内情也并不明朗 不排除也和反习行动有关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